70升90 上层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 那个气动下滑上温位烫化机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操作 这个是电源开关 然后这个是手自动转换 调至左侧是手动状态 调至中间相当于急停按下去了 不工作 调至右侧是自动状态 那我们显示一下 手动状态的操作方式吧 紧急停止 如果说这样一旋 往外一弹弹出来 就是工作的状态 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误操作了 赶紧按下去 这样的话就会停止工作 那我们现在要工作 要把它选起来 然后这个是手启动 手动状态的时候 我们需要按手启动 它才可以下压 这个是计数器 你看如果压过12下 它会记录12下 如果要清零的话 就是往上一推 它就清零了 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怎么做 这个 这个是那个 这是滑纸 现在我们的纸大小不够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我先来演示一下 怎么操作这种空空空气时表 首先按SET键 SP 它这个是设置温度 我们把它设为210度 设上下箭头 就可以了 设置完以后再按一次 显示S还有一个到F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设置20秒 是25秒吧 OK 再按一次 现在是当前的温度 所设置的温度 差不多 当我们升到这个温度的时候 滑到位 按手启动 机器会立马上压 时间到 自动抬起 对比一下颜色 非常好 都是均匀的 这对比一下 都很均匀 没有色差 那现在也是一下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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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面是茅坛和海绵 海绵在下面 茅坛在上面 谢谢 谢谢 现在多个地方去摆放一下 不同的角落 要不有点脏吗 这样好对比 好了 机器稍微自动状态 这样 然后我们一滑到位 它会自己下腰的 好 先下腰 好 先下腰 再按下腰 再看下腰 再按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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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工人这样滑过来的话 它就压上来上面的东西 看一下 连色都很均匀 没有色差 对一下 都很均匀 没有颜色差 OK